大家好 我是美食小厨娘 今天给大家制作羊肉泡 首先准备一斤的低筋面粉 加80克倒老面 再加入1.5克食用锦 加入约250克水 锁用筷子搅成续状 中间可以少量加水 现在用手浇面揉成面团 面团较硬 用手反复揉搓 揉好后 面团静置20分钟 静置20分钟后 放置案板上翻入揉搓 面图揉成长条状 按照视频中将面团 分成小份 大小适中 下来将每个小面团 进行揉搓 进行揉搓 小面团也是翻入揉搓 这样更劲道 按照视频中方法 每个面团反复揉搓 用力揉搓 用力揉搓 揉成视频中的圆形 每个小面团 都要这样揉搓 现在将面团擀至圆饼状 要薄厚均匀 其他面团依次擀成圆饼状 用擀面杖擀平 将锅烧热 面饼平枯过内 开小火慢烙 一面烙至金黄色 翻面 烙另一面 烙至两面金黄色 盖上锅盖 一定小火慢烙 约五分钟后 将饼取出 中间要将饼翻面 现在饼就烤好了 将饼掰成小块 方便煮饼 味道也会更好 下面开始熬汤 将羊肉切成大块 放在盆里 用水泡一个小时 泡出血水 牛骨泡一小时 泡出血水倒掉 接着倒水泡一个小时 这是一个小时后 泡出血水的样子 然后把水换掉 继续泡一个小时 这是储入用的香料 大概三斤牛肉的量 把香料洗干净 在水里泡一会 然后捞出来 沥干水分 装进调料袋里封好口 水烧开后 先放牛骨 用大火煮沸 捞去表面的浮沫 重火煮一个小时 这时泡一些木耳和黄花菜 粉丝加水 牛骨煮一个小时后 放调料袋 放泡好的牛肉 这时再把表面的浮沫撇干净 改小火煮两个小时 洗干净的香菜切碎备用 蒜苗切碎备用 入煮好后 焖一个小时 再把肉拿出来晾凉 彻底凉了以后 好切成片 现在开始煮磨 锅里加煮好的肉汤 兑一点水 水开后 加木耳黄花菜 粉丝 倒入掰好的馍 搅拌几下 加入牛肉片 倒一勺盐 一点鸡粉 一点胡椒粉 一勺牛油 一点色拉油 最后撒上蒜苗 泡馍就可以出锅了 把牛肉放在上面 最后再放一点香菜 吃的时候配上辣椒和糖蒜 羊肉泡就做好了 喜欢美食的朋友记得 关注美食小厨娘 什么 要做什么 就这样 有点 像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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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